跟大家講一下 我剛才長了一個知識 你想知道嗎? 我剛已經聽到了 可是他講完之後我就發現 欸!他有講我沒懂 現在時間是下午的2點32 我們在台北101 最主要我有一台MacBook 15吋的已經過寶庫 然後螢幕壞掉了 剛才有查啦 台北101的蘋果店是在一樓 其實我沒有什麼影響 可是就是在A13開之前啊 這間店其實是非常既見的 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就跟我一起去修 最近修蘋果的一個感覺啊 就是以前都要排很久 就可能要預約一個禮拜 甚至兩個禮拜之後 那最近不曉得為什麼 就是預約時間都很短 不是今天中午預約的 然後下午2點就排到 所以其實非常的快 哇!我們找到蘋果店了 欸!感覺也是很大間耶 他看起來不利他高級 我跟你講如果你的電腦 他如果等一下收完說 喔!就是因為之前有什麼問題 然後如果修電腦不用錢 我就會大翻白眼 呵呵呵 因為有一個人買了一個很貴的電腦 我買16吋的啦 可是這15吋真的拖了一段時間 最主要他死好死壞啦 對!可是還是得把它修好 因為還是要有一個備用的 或者是因為小朋友最近也都用到電腦 其實這樣有點不方便 沒錯!我們一起進去修我的電腦吧 Let's go! 這邊還是蠻多的啊 哇!好大一間喔 這間超大間的 嗯? 送預約送修 約幾點? 呃...2點40吧 當我直播走到直播 稍等一看 待會有一個很噁 那安樂的先生會幫你做提供檔 好 謝謝 那我現在是做維修的嗎? 對!沒錯! 有預約的嗎? 有! 好!你先幫我坐一下 好!是誰? 前面有個位置你坐一下 好! 謝謝! 跟大家講一下 我剛才掌了一個知識 你想知道嗎? 我剛已經聽到了 可是他講完之後我就發現 欸! 欸! 他有講我沒懂 我的MacBook最主要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當然就是螢幕有那些橫紋啊 這個是很多人MacBook都有的問題 我上次我的13吋修過一次 是不用費用的 這次不曉得要不要錢 第二個問題就是我那個 觸控板的回饋不見了 他跟我講說觸控板的回饋啊 不一定是物理回饋喔 他說如果系統有正常的時候 下面才會給上面一個力量 要不然 平常沒有開機的時候 是沒有觸控板回饋的 他說16年之後都是 對對對 這個真的是我長姿勢 我以前都不知道 所以他現在去把我的電腦拆開來 看看我的觸控板 到底有沒有正常 那先生我這邊跟你說一下 目前的初步判斷的話啦 你的鍵盤的那個 回饋的那個反應器 應該是真的怎麼掛掉 但是這個你自己評估一看要不要修 因為畢竟進到系統 你還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對 那可能對你的影響來說 比較不是那麼大 那這個反應器修起來大概是多少錢 他必須整個鍵盤跟觸控板都換掉 就是整個換掉 包括鍵盤 對包含電池的部分 然後是整個全部做在一起 連電池要一起換 對 你之前是不是很摔過 嗯 我也不知道耶 因為我們看你的設備 都有點變形的情況 對 有點變形 不好我們在拆這個底蓋的時候 都有點難拆 而且你這邊也少了一顆螺絲 對 可能吧 我沒有很保護他 有稍微有撞過 不排除是因為這樣結的關係 導致那個控制器失禮 對 但是修他的話 很不划算 我先給你看一下價格 但是 如果說你今天是因為這個樣子 可能修那個 回饋出動版 價格大概是一萬五千多 他再加我換一個水 大概一萬六 一萬六 好 那那就不建議 但是現在對你來說 你比較care的應該會是螢幕的部分 螢幕的話 這個問題的話 其實外接螢幕也是可以解決的 但是如果說你有常常攜帶的一個狀況 對 你可能是真的一定要學 好 我們要離開101蘋果了 跟大家講 後來我們決定不修 我跟各位講 其實這台是2017年的15吋 他的螢幕修起來含稅大概要兩萬五 那鍵盤啊 就是我剛才講那個觸控的部分 修起來要一萬五 貴嗎 那而且老爸定時還是有問題的 所以呢 如果說這台電腦要修 剛剛他總價了稍微整理計算之後 我要三萬多塊 對我跟各位講為什麼是三萬塊啦 因為他電池的模組啊 是跟那個鍵盤模組在一起 他後來發現我的電池也有問題 所以如果用電池的理由下去修鍵盤的話 就只是再加個六千多 所以變成是螢幕加電池模組 六千多就可以連鍵盤那個觸控一起修好 總共就是三萬一還是三萬二 欸是不是很貴 我覺得超級貴 如果是我 我絕對不會修電腦 而且呢 其實我覺得 你應該要買那個 Apple Care 因為其實 只要單C咧 不管是手機 或者是電腦 其實老爸這個保險 一定都買到最寶 因為他的使用的時間真的太長 我跟各位講 這一台其實我真的用蠻久的 當初買 欸 我朋友拍開箱啊 買的時候就是整心體 啊只是說用了大概兩年 唉 壞掉了 怎麼辦呢 對啊 那不過他有提供我們一個建議啦 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還想用 就是可以繼續用外接螢幕 那 觸控部分跟鍵盤部分啊 其實不太會影響正常的使用 這是他唯一留的方式 我覺得他現在的狀況就是 呃 我們要讓他最後 能發揮他長處的地方好好讓他發揮到他完全不能使用 這樣是對他來講的最好的方式 沒錯 我覺得也許就讓他外接螢幕 這樣子 再用個兩三年 應該沒什麼猜到 沒什麼大問題啦 對 那就這樣用到結束 你就會覺得 欸好像 對啊 還好 欸三萬多真的是有點 我好會安慰我自己 哈哈 欸三萬多都 真的一般筆電都可以買到還不錯的筆電 對其實 不要買蘋果的話 其實我真的覺得如果你沒有什麼品牌迷思的話 如果說要修三萬多也其實也可以考慮 買別的品牌 或者是乾脆買一台小一點的蘋果 對啊也是個方式啦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這個故事就告訴我們 大家都跟我們講說要買Apple Care 那不買的結果呢 就是可能過了兩三年 萬一你的螢幕跟我一樣 有些問題了 那就真的考慮可以不要修了 就直接再買新的 如果啊你有更好處理這台電腦的方式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覺得你剛剛應該是要說 以後我會乖乖記得買Apple Care 呵呵呵呵 好啦好啦那可以做結尾了嗎 記得要訂閱分享按讚 我們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下午五點都會發布影片 希望我的電腦可以撐到最後 不要花這麼多錢 好啦我們下次見 我會買Apple Care的下次掰掰 如果您可以買到最後一分鐘 我們下次見 再見 か 會不會